据韩媒报道,2018年7月7日,有人报警称胜利夜店有未成年人出入 警方却始终没有调查进出该夜店的学生 事件以证据不足而告终 而为了平息这一事件,夜店的李代表将2000万韩元 约人民币11.9万元转交给了前任警察江某 其中一部分被怀疑交给了负责调查的调查组 韩媒还公开了李代表和送前者的通话内容 其中,李代表曾两次向胜利代表报告该事件 对此,律师却表示胜利并不知情 目前警方正在分析和调查 胜利介入未成年人出入事件的相关录音内容 非凡娱乐,时事报道